乌尔会议和谈方式结束战争吗 详情交给记者委加起 乌尔战争开打超过一年多的时间 不过外界都很好奇 这样战争什么时候会画下据点呢 不过想要停战 是不是势必得做一些牺牲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强调了 他们是绝对寸土不让 那么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媒体就报道了 在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 就打电话给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长纳雷什金 两个人针对乌尔战事 来做讨论 不过俄罗斯的情报局长就讲到了 只要时机成熟 我们将以和谈来指战 是不是看到了一线曙光了呢 不过可以看到的是 有人就说到了 会不会对美国总统拜登 是要打算用放弃乌克兰领土的方式 在五分钟之内结束乌俄冲突呢 因为这个过去一直有人在谈嘛 但是基辅是绝对拒绝割地求和的 那么现在多加俄媒也报道了 泽伦斯基的谈话就显示了 乌克兰呢可能受到了美方极大的压力 要求基辅坐上谈判座 但是泽伦斯基就想到了 确信美国总统拜登 德国总理萧姿 绝对不会背叛乌克兰 但是仍然必须表明 乌克兰是绝对绝对不会 以割地来换取加入北约的资格 他都这么讲了 那么何谈有没有希望呢 后续值得观察 瓦格纳叛变之后 末日将军行踪成迷 交给加西 瓦格纳集团日前发动了一日叛变之后 外界现在都很好奇 后续这瓦格纳集团会不会被俄罗斯当局给针对 不过他们现在先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末日将军怎么不见踪影了 难道他被关起来了吗 有俄罗斯议员就说他在休息当中 所谓的末日将军呢 其实就是俄罗斯的将领苏洛维军 那么呢有消息指出呢 他其实在这个叛变之前 他就已经掌握到了消息 也应该是提前就知道说 瓦格纳集团会叛变的人 不过这消息一直没有被证实 但现在呢他突然 在这个瓦格纳叛变之后 就没有再出现了 外界就很好奇 他是不是被俄罗斯当局给关押了 但是俄罗斯的议员卡塔波洛夫 就说了他目前正在休息 而且他暂时没空 这样的讲法呢 似乎没有打消外界的疑虑 因为有人就指出了 他直接就是被关在 列弗尔托沃的监狱里面 就俄罗斯里面有这样子的消息传出 所以让外界格外关注 不过包括了苏洛维军他的女儿 也否认父亲被捕 但他现在人在哪里 外界人就不知道 他现在行踪已经沉迷了 拜登答应给乌克兰集数弹 后续影响请教佳琪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拍板 要援助乌克兰集数弹 但是现在遭到了许多的人道组织来抗议 因为他们认为 这可能会成为平民的催命符 其实美国呢 他们打算要提供给乌克兰军队 155厘米的M864集数弹 那么这个集数弹呢 也被称为子母弹 也就是说一般的炸弹呢 的弹体里面 在装数百个炸弹 所以呢 他射出去之后 很多的炸弹可能不会第一时间 就来爆炸 还会在空中分解 那造成了区域性的杀伤 那么部分炸弹也不会立刻爆炸 就成为了亚弹 那么呢 这个亚弹率大概有多高呢 我们可以带你看到的是 虽然呢 目前还是强调 不会大于2.35% 但是在20年前做出的报告呢 亚弹率大概有6% 那么制造商是说 大概会在2%到5%之间 但扫雷专家说 其实是10%到30% 可能会成为平民的催命符 因为他们只要走过去 还有可能碰触到炸弹 不管是儿童还是平民 它就会爆炸 那么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那么其实呢 这一个急速弹呢 在2008年的时候 奥斯陆协议有123个国家 就已经签署 不能来使用了 但偏偏 美国乌克兰跟俄罗斯呢 没有来禁用 当时这个未爆弹呢 可能造成了这个 越南4万人死亡 那么柬埔寨2万人死亡 甚至呢 这辽国也有5万人 因此丧命 所以现在呢 就有人到团体 希望这个急速弹 不要拿去在乌克兰使用 免得造成更多的 平民丧生他们的性命 如果你还想了解 更多的国际讯息 不妨扫一扫我们的QR Code 帮你更新最新的国际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